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四颜基 今年26岁 现在是少林寺的一名武生 我是六岁练武 九岁被送到少林寺 那时候因为年龄小 就是说自己的自身力量各方面达不到 所以15岁左右吧 我才开始接触这个双锤 双锤它的基本招式很简单 配合一些基本的动作 然后组成的一个套路 当时选择这个双锤就觉得个人马胖一点 自己觉得这个力气 要稍微比师兄弟们稍微要大一点 感觉这个挺适合我 练习这个双锤 中间遇到过很多的问题 当时也是因为自己体重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摔滑 可能掌控的这个不到位 我是想这个摔滑 如果我要做好的情况下 会让别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像这个摔滑 一样的摔滑 冲楼梯能锻炼我的腿部里面 还有耐力 然后爬楼梯呢更能锻炼我们的手臂的内容 是手工它是少林寺很古老的一种练功方式 它主要的是练内还有外 那外在的话更多的是练习这个腰部里面 然后内的话主要就是练一个呼吸 那时候年龄也小 也想到外面去看看 如果说你想争取到这个出国演出的机会 那比别人做得好 当时自己心里很着急 通过很多练习反而觉得 越练自己的心意的定不下来 反而这个效果越差 用心太重了 过于追求完美 你练的是锤 冰气就是你身体的延伸 不要伸和锤分家的 每项练习它不是局部的理想练习 特别是武术 它是全身心的一个练习 你在生活当中 你可以去多断了一些力量性的工作 把本力激发出来 就那么多了 我认识 你也是际速度 然后再试我 我认识 在这里 长得这么飘大肥胖 有没有下山吃荤食啊 我这是天生的 天生的 喝水都塞牙是吧 喝水不是水 喝水都那么胖的人 我要是流血了 我把你缝衣服 你流血能干 啊 哈哈哈哈 没事 流血跟冰神 感觉这个缝衣服的过程中啊 更容易让自己的这个心性啊 能快速的沉淀下来 没有平时做别的事情那么浮躁 少林功夫 它是禅与武的结合 又称禅武合一 禅为武之主 武为禅之用 通过练习少林师的功夫 悟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我自我感觉的悟的一些东西 做任何事情 不要那么急躁 真正明白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 很多事情 你要学会暂时放下 不要那么执念的去去面对它 当你放下一段时间之后 过一段时间再拿起 你的心境有不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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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